新年輕人 台南一直讓人覺得很熱熱 熱熱是很紛亂 安心 自小人到大人 路邊說 你就是看著它 紅紅的花 綠燈 燈燒 一定會這樣燒 所以一定要燒紅花 台南好像 對我來說好像 我去讓它冷掉的那種燒熱 我想 爸爸可能也是因為這個 去讓它燒熱 有一種時間性的食水 其實五冠七的人來台南 他自然就有好的感覺 也不用太介紹 像爸爸來到北區 他大家都知道 這裡是一個新的地方 這麼看法 很有潛力 這裡有學區 有公園 有雅齊 不管外面的人來到這裡 都會知道 比如說中西區 沒有什麼一樣 和安兵區 沒有什麼一樣 是很有未來的 你要想我還是要店的地方 以前是你很想 不過我感覺是 這個土地 這個地方 很了解你 不是你很了解這個地方 而是這個地方很了解你 所以讓你很安心的感覺 所以一定要留在台南 都一樣 年輕人本來就要拚一下 拚看看 現在 時代和生活 時間都比較快速 去到台北 北部 如果打拚 會疼的時候 鬱吹的時候 也會先回來 不用等到成功到家 疼就能回來 像那句 你會把我帶去那裡 像是跟事長在說話 像是跟你很熟悉 朋友也好 家賓也好 家賓也好 家人的事長在說話 那種心情在唱 做一首歌 讓你聽到 他記得經過很多工 很多人在唱 其實像爸爸在家裡 也是一樣 路的手法 一定要很柔工 很柔柔工 總是要讓人家住 都要很生意